我真的建議大家不要去買這種奇奇怪怪貼紙 什麼反光貼紙這種 我們自己私就私很多了 這個基本上私下來一定都是很精彩的 然後四片車門就這片沒有 車主可能是重考還是怎麼樣 反正好私也不會到我們這邊 好私你自己就私的掉了 啊你看 整個都黏死了 整個都彈膠 再去看另外一邊 你看 我跟你講他這個膠啊 是非常非常難處的喔 這都用不下來對不對 這都是要直接暴力的方式把它 把它剔除然後 等一下它照一下 除下來都是長這樣 然後上面還有七啊 上面有紅紅 就是上面的七根下來了 為什麼這種貼紙會這樣 啊這個東西就是像那個吧 我之前講的 這個就跟像那個廣告用紙一樣 就是專門在貼招牌的 你要知道 汽車在用的這個貼紙 改色模 它設計的初衷 它本來就是 你三五年之後你有一天就會死掉 這是它一開始設計的目的 但是這種貼紙啊 這種貼紙 招牌用紙 廣告用紙 它這東西 它設計的目的就是你上去就不會下來了 沒事 沒有人會 沒事會去換那個招牌啊 那換可能就是 怎麼都換掉了 都改名字了 它用的那個膠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看 現在變這樣 這台除不掉 那另外一邊更慘 因為好像有去重考期 那我不知道這片車門是怎麼了 這片車門是 它有給它重上過精油還是什麼 但是它的貼紙沒有拆 不然為什麼都會就是 它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段落了你知道嗎 摸是很明顯的 來 就是很明顯上面這一段 比下面這個厚了大概 0.5至1米吧 這演不出來的 因為你說 如果它是平面 不會有聲音 那你看這個 這個 這我也沒辦法處理 因為我現在也搞不懂 它這到底是什麼 感覺就是這個的上面 好像多了一層精油 所以啊 如果真的 想要愛心你的車子 想要愛護你的車子 就不要去貼這種奇怪怪東西 好